电锅5点半煮饭 5分钟后开始打扫 打开新闻台 互联网时代 事事都是电脑控制 开车时即使打开驾驶辅助系统 还是要实时留意车前状况与路况 避免驾驶辅助系统的盲点或死角 造成反应不及 到底有哪些路况容易导致反应不及呢 第一 与前车的竖差过大 或是前车呈现静止状态 就容易反应不及 第二 如果遇到弯度较大的交流道 那会影响系统增测角度 就容易判断失准 第三 前方车辆突然接入车道 也会造成系统判断失灵 第四 前车未行驶于车道正中间 系统判断也会产生误差 第五 遇到前方车辆是特殊车型 也容易造成系统判断失灵 第六 如果遇到浓雾 蚝雨 强光等状况 也会影响到系统的侦测 开启驾驶辅助系统行驶在国道上 用路人还是要自行留意车前状况 千万不要过度依赖电脑系统 只有自己开车都留意 才是行驶国道的最终安全保证 科技已经辅助 路况自己顾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